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杨桂云 她一直有着创业的梦想 十年的时间里做赔了六七种生意 还欠下二十多万元的外债 做了很多种生意 做啥啥不行 2005年 杨桂云再次萌生创业灵感 她要用当地山里一种 用处不大的叶子来赚钱 这叶子都没用 烧火喂羊 一个创业屡屡失败的农村妇女 一片普普通通用处不大的树叶 究竟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树叶包柄也赚钱 传播农业科技以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杨桂云 是河北省秦荒岛市一位爱折腾的农村妇女 说她爱折腾是因为她十年时间做了六七种生意 但是做啥啥赔就是这么一个人 却用山里的普通树叶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企业 这究竟是什么叶子呢 杨桂云的逆袭之路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 没用的叶子有人来收还能卖钱 这到底是什么叶子呢 这叶子在当地的山上极为普遍 叫婆罗叶 也就是婆罗树的叶子 婆罗树学名胡树 树翘斗科落叶桥木 别名坐立 橡树 大叶婆罗等 树叶具有独特的香味 抗风性较强 主要分布于我国北部山区 其叶片光滑平盏 并伴有清香味飘出 那么村民口中的杨桂云又是谁呢 他为什么要收购这些婆罗叶呢 杨桂云本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依靠当地山里不值钱的婆罗叶子来赚钱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企业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可是在她的财富背后 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坎坷与心酸 高中毕业后 杨桂云进入当地的一家供销社上班 不出意外的话 杨桂云这辈子就会这样安稳地工作度日了 然而在1993年的时候 供销社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 杨桂云也因此下了岗 这一年她22岁 1993年3月的时候 我在供销系统就下岗了 那时候很迷茫 不知道干什么 看到身边的人下海经商 在那个时候我也萌生了经商的念头 此后她一直怀揣创业梦想 摆过地摊 买过服装 开过儿童游乐园 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六七种生意 但均以失败告终 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 当时创业屡屡失败的杨桂云 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欠下的外债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然而2005年的时候 杨桂云再次萌生了创业灵感 她要用当地山里布置钱的婆罗业来赚钱 用婆罗业怎么赚钱呢 杨桂云又是如何想到的呢 杨桂云说 她发现的商机 竟然来自于跟婆婆的一次聊天 记得当时在跟我婆婆聊天的时候 我婆婆的一句话提醒了我 当时感觉也是毛色顿开那种感觉 婆婆告诉杨桂云 前几天一个亲戚打电话过来说 想吃婆罗业饼 让给她做些烧过去 年龄大了 越来越怀念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婆罗业饼是当地一种流传年代较为久远的地方小吃 由婆罗业包制而成 相传是由明朝将领七纪光镇守山海关时发明的 当时的七纪光呢 争用南兵 这个南是东西南北的南 那满山见一遍也能够长到这么大片的玻璃叶 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把玉米呢 玉米粉进行发酵 摊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给里头包了点馅儿 既像中国北方的饺子 又像中国南方的粽子 因此就出现这种婆罗业饼 就在长城沿线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食品 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 把和好的玉米面刮抹在婆罗业上做皮 加上馅儿料 对折包裹 蒸熟 一个婆罗业饼就完成了 香气四溢 后来就在当地流传开来 被百姓所认可 在流传过程中 逐渐有了玉米面 高粱面 小米面等做成的婆罗业饼 馅儿料多以韭菜鸡蛋为主 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多年的经商经验 造就了杨桂云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在帮婆婆包制婆罗业饼的时候 杨桂云再次萌发创业灵感 她阴阴觉得 这或许是她的一个转机 那几年呢 做了很多种生意 做啥啥不行 没有一个生意能成功的 然后近些年呢 也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因为好多城里人都到农家来吃农家饭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优势 所以我就想着手做这个产品 杨桂云看中了婆罗业饼的地方特色 以及乡村旅游的火爆 她坚信 这个小小的婆罗业饼 能给她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经过了解和初步的市场调查之后 杨桂云发现 整个秦桂岛地区都没有人经营婆罗业饼这种小吃 而秦桂岛又是国家著名的旅游城市 每年单式接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就有近千万人次 再加上当地满山遍野都是婆罗树 取材方便成本低 她决定试着做出一批来 有了想法之后 杨桂云满心欢喜地上山去采摘婆罗业 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第一次上山采摘婆罗业就发生了意外 就在她正要伸手摘叶子的时候 树丛中一道寒光闪过 一条王口粗的蛇吐着杏子冲她迎面袭来 杨桂云吓得脚底一软 连人带篓滚到了山下 被摔得浑身是血 全然不顾自己身上的伤痛 心里竟然还在惦记着那些 别人都看不上眼的叶子 当时都顾及到这个叶子了 忙着就把叶子往楼里剪着一会儿 没顾及身上的疼痛 回到家中的杨桂云浑身是伤 家人心疼不已 强拉着她 说啥也不能再去采叶子了 她没上过山 脚啊 让那个大叉子 磕着叉子刮的 鞋也刮破了 叶也刮破了 小腿啊 刮着大口的 都能用两顿叉子 都冒血猪啊 丑的 揪心的 她抱着我 我抱着她 杨桂抱着哭 既然没给我摔残废 老天爷还让我干 然而 生性倔强的杨桂云 并没有因此气馁 第二天 她不顾家人的阻拦 带着伤 又咬牙坚持上山 去采摘破落叶 家人看她不听劝 还让她的好姐妹 来做她的思想工作 我这个姐妹啊 从山上摔下来 遍体鳞伤的 我就说她 弄啥弄啊 卖这破叶 能赚几个钱呢 干点啥不好啊 朋友的好言相劝 并没有使杨桂云动摇 她坚定地认为 自己发现的这个商机 一定会有市场 既然选择了 就必须坚持下去 而且这件事 到底能不能行 也只有事过才知道 在杨桂云的坚持下 家人也只好妥协 怕她再发生意外 婆婆也跟着她 一起上山 采摘破落叶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 让杨桂云感动不已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 回到家中 杨桂云就迫不及待地 将采摘回来的婆罗叶 进行清洗 洗刷掉叶子上面的 尘土和绒毛 将和好的面 均匀地刮抹到叶子上 放上馅 对折包裹成 类似半圆饺子的形状 进行蒸制 第一批的婆罗叶饼 一出锅 撞到箱子里 杨桂云就拿到城里去卖了 她带着自己做出来的 婆罗叶饼 来到了秦皇岛 著名的旅游景区 山海关 可结果 却让杨桂云 大失所望 她做出来的婆罗叶饼 在景区里 根本无人问津 甚至好多外地游客 根本就不知道 这样的一种小吃 更别提有人买了 这让满心欢喜的杨桂云 一下子变得愁眉不展 自己的婆罗叶饼 为什么没有人要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新的商机 明明信心十足 去景区推销 却不如人意 这个时间往外赏 可没面子 潜心改良意外获奖 婆罗叶饼啊 是我们秦皇岛独有的 地方特色美食 信心满满的杨桂云 二进市场 这样的婆罗叶饼 会有市场吗 这次杨桂云 能够成功吗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树叶包饼 也赚钱 接下来的时间 杨桂云 茶不思饭不想 天天琢磨 这婆罗叶饼 卖不出去的原因 杨桂云想 顾客连尝都不尝 是不是自己的婆罗叶饼 从外观上 就不吸引人呢 经过了解发现 这种小吃 本身就是齐家军 镇守山海官司 所发明的 看重的是 它便于携带 方便食用的特点 对品项 并没有过高要求 明朝是一开始打仗 是针对蒙古骑兵的 蒙古骑兵 当时是 来去如风 一会儿来了 强的东西跑了 那么说 你正好你吃饭的时候 敌人来了 他不等你吃完饭 所以这个 柏罗叶发明以后 它最大的好处 是便于携带 就是你说 我正吃了一半 比如说 我应该 吃八个能吃饱 我吃了四个 敌人来了 那四个我就摔在兜里 村民们做的 婆罗叶饼 也仅仅是供自己家里吃 对卖相 没有过多要求 可是 如果自己 要把它作为一种 生意来做的话 就必须严格把关 解决婆罗叶饼的 卖相问题 找到了问题和缺陷 也就找到了突破口 杨古云说 婆罗叶在采摘的时候 要选择 叶面宽大平滑 叶子颜色嫩绿平整的 做出来的婆罗叶饼 才会美观 另外 杨古云发现 自己之前包制的 婆罗叶饼 由于没有控制好火候 蒸制出来的 婆罗叶饼 叶子发黄 也影响了卖相 后来 经过多次试验 用中火蒸制 六七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蒸出来的 婆罗叶饼 表层的叶子 依然鲜嫩 十分耐看 解决了 婆罗叶饼的 卖相问题 杨贵云欣喜不已 可是 他却没有带着 改良后的婆罗叶饼 重新推销 而是做出了一个 新的决定 参加比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05年9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贵云从广播里听到 秦皇导师 要举办首届 旅游名吃大赛的消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把自己做的 婆罗叶饼 送去参赛 连杨贵云自己都没想到 他的婆罗叶饼 竟然获得了 地方特色旅游名吃奖 婆罗叶饼啊 是我们秦皇岛 可以说是秦皇岛独有的 地方特色美食 通过专家评委 以及老百姓 大家品尝 从无论外观上 还是从他的口感上 口味上 觉得做得非常好 这个奖牌给了杨贵云极大的鼓励 之前景区推销失败的阴霾一扫而空 让他更加坚信 自己这次的创业项目选对了 杨贵云东拼西凑 向亲戚朋友借来几万块钱 在自己家院子里打起了检疫厂房 注册了公司 2006年5月 杨贵云带着自己的婆罗叶饼 到秦皇岛市里进行推销 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 杨贵云一家饭店也不认识 只能沿街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但餐馆的老板们却常常连看都不看 就把他给轰了出来 我感觉这个没有市场 以前没见过 这个顾客对他认可不认可 我们不知道 好吃不好吃 我们也不知道 从2006年5月到10月 半年多的时间里 杨贵云几乎跑遍了 秦皇岛市300多家餐厅 但就算他费尽口舌 也没有人愿意要 杨贵云心情很失落 他甚至想到了放弃 这么多年走来回想回想 确实一件事也没做成功了 想必是我不是做生日记的那块料吧 当时也觉得算了吧 放弃吧 人生总是起起伏伏 充满了未知 让人永远猜不到 下一步是惊喜还是惊吓 面对一次次的失败 是及时放手还是负重前行 坚持还是放弃 杨贵云将如何选择呢 但是就在绝望的时候 他想到了挂在家中的奖牌 他不甘心 如果普罗叶饼真的没有市场 那么为什么评委会把这块奖牌 发给自己呢 那时候心里也很迷茫 也很低落 也不知道想什么 那时候我也每天就不出去 推销这个产品 也是老琢磨这个 我是干呢还是不干呢 是吧 然后我就想 既然说这个没有市场 为什么这十九位评委 他能给我颁这个奖项 但是这个十九位评委 有各酒店的老板 还有各大酒店的行政主厨 还有官方的领导 都在一起品尝了 是吧 然后就这一点 我就觉得应该 这边应该有个突破口 想不通的杨桂云 找到了当年颁发 给自己奖牌的评委 评委告诉杨桂云 婆罗叶饼是秦华岛地区 独具特色的民间小吃 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 要在特字上下功夫 并把市场定位为 游客多的酒店旅游场所 当时大赛评委们 看中婆罗叶饼的地方特色 没有对口味做太高的要求 但如果是作为商品来卖的话 就得注重提升 婆罗叶饼的口感 听从专家的意见 杨桂云开始改良 婆罗叶饼的口感 他说 影响婆罗叶饼口感 最主要的就是面粉的选择 在过去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 村民们制作的婆罗叶饼 都以粗粮为主 对于口感没有过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口感问题 杨桂云尝试了很多方法 不断地采用可替代的原料 进行试验 最后选择用精细研磨后的玉米淀粉 做饼皮 和面的时候 面的水温一定要合适 把水缓缓倒入淀粉中 边倒边搅拌 防止出现疙瘩状的面块 这样做出来的婆罗叶饼 饼皮呈半透明状 透过皮儿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馅儿 精英剔透散发出一丝丝婆罗叶的清香 不但香气四溢 而且口感极佳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杨桂云终于将婆罗叶饼改良成功 改良后的婆罗叶饼 无论外观还是口感 都要远远高于传统婆罗叶饼 2007年4月 杨桂云推门走进秦荒岛一家酒店的大堂 那个时候的杨桂云 云头转向 就像闯入了另一个世界 每走一步都十分忐忑 通过八台打听 他找到了厨房的位置 杨桂云抓住机会 当即请求加热一袋婆罗叶饼 请大厨们品尝 这次尝试让杨桂云的婆罗叶饼得到了认可 一举获得了500件婆罗叶饼的订单 还是杨桂云成为了这家酒店的供货商 建立起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此后杨桂云趁热打铁 在之后多半年的时间内 先后拿下了十几家饭店 再加上秦荒岛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很多游客临走时都要买一些 作为特产送给亲朋好友 因此杨桂云的婆罗叶饼 一路畅销声名远播 到2009年 婆罗叶饼的年销售额也已经达到了30多万元 但是随着婆罗叶饼销量的大幅度提高 杨桂云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 婆罗叶饼的产量上不来 无法实现4G供应 原来由于实力原因 婆罗叶一般集中在5至8月份采摘 其他时间要么没叶子 要么质量太差 不能用来做婆罗叶饼 这就导致了婆罗叶饼无法做到4G供应 此外包好的婆罗叶饼储存时间短 常温状态下 两三天后 婆罗叶饼的卖相和口感都会下降 销量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使婆罗叶饼能持续性供应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杨桂云组织村民在5到8月份采摘大量的婆罗叶 除了用于包制婆罗叶饼之外 将剩下的采用自然银干的办法储存备用 等到用时 将银干的婆罗叶放到水中 叶子就恢复了先前的嫩绿 这样一来也就保证了原材料能够可持续供应 同时它还置办了冷库 将做好的婆罗叶饼放进泡沫箱里 在冷库里冷藏 温度调至零下5度到零上5度之间 以此来延长婆罗叶饼的保存期限 从而保证了婆罗叶饼的卖向和口感 此后杨桂云的婆罗叶饼实现了4G供应 市场紧俏 在青黄岛地区逐渐扩大影响力 到2010年 他的婆罗叶饼年销售额 已经突破百万元大关 而杨桂云也有了一个婆罗叶饼大姐的名号 他常说 自己富不是富 为了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 每年到了采叶子的季节 杨桂云就会雇佣村民上山 帮他采摘婆罗叶 同时厂区里的工人也都是村里的村民 这样一来 村民们增加了收入 婆罗叶饼的销量也逐年提高 到2014年 他的婆罗叶饼年销售额 已经突破了千万元大关 辛苦的付出总会有收获 而今杨桂云的婆罗叶饼 已经走出了石门寨阵 甚至走向了全国 曾经创业屡屡失败的杨桂云 也成了秦皇岛市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额千万元的企业 他的财富逆转 不仅仅是因为他适时抓住了市场机遇 勇于创新的精神 更是由于他坚韧不拔 永不延弃的品格 越努力越幸运 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无限可能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